三年前,受疫情影響,我們的生活禁了暫停制 一何之隔,兩地封關 令一班再學稱少年不只應該何去何從 三年後的今日,他們重返校園 雖然可能班別、桌椅、朋友都變了樣子 他們仍然很掛念校園的生活 很緊張、很開心,很掛念同學 都不知道他們掛不掛念我 位於純粹的鳳溪第一小學 今日由跨境學童而申請過關名額和做核酸的方式 率先回港上課 一大早早,他們已經排隊入校門 今天日早,除了校學竟開始 歡迎同學回歸校園 再次回到這裏,聽到熟悉的聲音 跨境學生和家長的臉上掛著大大的笑容 我昨天凌晨二點睡覺 很激動 我六點半出來以後 到門禁道 然後我坐好巴 今天是三年臨灣會 然後老師叫我們要穿滑服 然後可以穿運動服、校服 但是我就穿一個紅色 我上課了三年 然後就見到我這裏催淚學校了 我非常開心 差不多三年了,很激動 很掛不掛著這裏催淚學校嗎 很掛著 都很高興 很高興他們來到香港讀書 來到學校 上課已經很久了 我朋友很期待上課 因為上網上課上的太久了 他很開心到睡覺都很開心 然後就在床上滾來滾去 我上課了 我終於可以上課了 你今天是怎樣過來的 是否爸爸媽媽送呢 還是誰過來 爸爸媽媽送呢 不是的話 我忘記了 我第一次見到我的同學 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天天都是在上網 我看到他們 一次在學校看到他們 很開心的會 沒有老師在身邊 然後反正就是 治療不太好 沒有課 然後成績差了很多 減了二十幾分 因為你知道 小朋友的專注力 是低一點的 沒有老師面對面那種 所以都是成績 稍為覺得有點下降的 小孩在家裡 自業性沒那麼高 在長期對著電腦 勢力也下降很多 我希望疫情可以快些 走去 然後大家都不需要同學 三個目標就是 選擇一個好的中學 然後好好讀書 一天都客是上網過 這個小朋友都很辛苦的 我都希望其實有關政府那裡 盡快取消個核酸 盡快給小朋友回來讀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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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